歡迎收看南道新聞 南道管政府一百十三年 江華坤第一次的管務會議 被五張時來召開 回中通過南道管國民中小學 學生中的出國辦法修正案 頂頂途方的提案 副管長特別重視後方安全 要求強化頭過教育手段 選擇方法聯合為金危險的物品 來進入後方 另外這次就要選舉了 管長也提示大家十三個 擁有出來投票 跟新武中 相對希望的考選人選出來 驚一定要投十八票以及八票 日前後方保理事件 引起台中關注 將對後方安全相關法規定 更為核實的修訂 希望讓你們安心上課 有關控煩核心 再為金平整理後方的問題 管長可笑話 特別請老師 多多注意關心你們的行為 尤其是上課時 多多請民選党 對校園安全的事件 也引起很多家長的恐慌 我們今天特別在 鮮污匯報的時候 也把現前的一些的法規 還有包括一些條例 再做一些的修訂 那除了希望讓更多的家長 能夠放行的讓孩子進到校園 那我們也會針對於在這個 會不會有一些攜帶 為禁品進入校園 那麼請老師呢 再這個多關心孩子 所以這個我們也會把 這個不管是在有功過的部分 還有一些獎勵的部分 我們都把它明定清楚 那麼最主要是希望 讓所有的老師 能夠注意我們的 校園安全的問題 另外這禮拜 就是總統 副總統 以及立委選舉 管長給大家 要擁有投票 而且一定要記著 買票 買票 希望大家能夠 盡到我們國民的義務 能夠踴躍出來投票之外 也希望大家 能夠去真正的 杜絕買票 跟賣票的一個行為 那這段期間 縣政府包括我們警察局 也跟所有的檢調單位 大家一起不斷的在做呼籲 那希望呢 所有的民眾也幫忙檢舉 如果呢 有發現一些這個 比較可疑的情勢呢 也希望也可以就近的 救警察局 或者是相關單位 來做一個這個檢舉 那我想呢 也能夠真正的把這個 我們的選舉呢 真正的能夠 回到一個公平的基準點上 那麼把這個你們心中 最希望的候選人 能夠選出來 民眾如果是抗社會選 如果是候選人買票 行為加單 一般民眾也會有行為的出發 提示民眾如果是有發言 可疑死驚 如果會等就近 向警察局派出所檢舉 記者就要臨場報道